大家好,4月16号9点36分,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以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3号07星发射升空 那么卫星顺利的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和倾斜四条进地轨道气象卫星的国家 该卫星主要是气象预报预测、防灾、减灾、气候变化应对、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据央视新闻报道,风云3号07星是中国首颗低清角轨道降水测量卫星 这是继美国、日本联合发射了专用降水测量卫星之后 国际上第三颗发射的主动降水测量卫星 全球降水性首天中国制造 这次任务的长征系列火箭是第471次飞行 中国在台湾北部划设了进飞区 划设的时间是在16号的上午9点30分至57分 这是飞机划设的进航区 那么船只划设的进航区域 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至下午的3点 台交通部门负责人王国才表示 空运部分已改由代替航路 较原先的航路多5至10分钟 于9点至上午10点分时段 影响航班有33架次 包括离场14架次 到场11架次 过境是8架次 民航局 航港局密切监控 与引导下 截止目前 台湾内外飞航船只 已 海运部分 交通部的航港局 已于13号晚间90发布 航船布告 进行全程的监控 截止16号上午的10点 海运监控情势均无异常 交通部门将持续监控海域船舶 至16号的下午5点 昨天的华盛顿邮报也报道 外卸在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 透露台湾可能在解放军发动武统的 第一时间失去制空权 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 无价道楼的评估 包括令人不安的一些细节 内容有关台湾抵御战争的能力 评估称台湾不太可能 在两岸冲突中 抵挡解放军空中优势 中国的民船军用等策略 削弱美国情报机构 发现入侵即将发生的可能性 台湾的官员也怀疑 台湾岛内防空系统 能否准确的侦测导弹发射 台湾只有略过半数的飞机 具有完全执行任务的能力 那将这些飞机移至躲避处 至少需要一周 在台湾有机会疏散这些飞机前 中国发射导弹 那这将是对台湾的一个重大考验 那这些潜在的冲突的机密文件指出 与俄罗斯在乌坎的行动 中国空军将更有机会建立早期制空权 台湾政府相信 这项战略构成了中国的攻击基础 其中一项评估提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作战节奏加快 以及在靠近台湾东部战区使用民船演习 正在削弱美国情报圈 发现异常活动 及攻台准备的能力 另一项评估聚焦台湾居民备战 评估称台湾目前对每个目标发射 两枚防空导弹的准则 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大量武力下应对乏力 此外呢 物教大楼分析师也提及 台湾防空演习很大程度是照本宣刻 不足以让民政当局及公众 为真实事件做好准备 那这些文件呢 虽未全面分析中国的能力及台湾的弱点 但都点出台湾整体备战情况 面临严峻情势 这些文件呢 也向政策者发出 政策制定者发出的警讯 即中国的意图变得更难以预测 其其略性变得更加激烈 美国参谋首长林慧议 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 台湾防部门在声明中表示 尊重外界对其军事准备的意见 台防御系统是根据敌人威胁精心构建 台湾对最近中国军事演习 因应显示官员们在确保安全方面绝对有能力 有决心 有信心 那同样的美国的评估报告啊 吴家大楼呢 也评估事实上呢 由于解放军登陆部队啊 耗油量大 提供汽油的选择有限 中国发动两栖攻击能力将受到阻碍 评估提及啊 这将使解放军在台湾难以站稳脚跟 为美国和台湾创造早期阶段 阻止入侵的机会 那关于中国的燃料补充问题呢 夺下台湾北港 美国方面认为是最佳选择 但双方都将面临挑战 解放军为了演练过夺港行动 台湾则没有破坏这种企图的计划 那美国方面呢 基本上呢 会是由潜舰和美国的军机 从日本西南部岛屿出发执行任务 由于菲律宾北部基地出任务 如果中国摧毁这些基地 美国就没有太多的选项 那与乌克兰不同 若缺乏美国直接干预 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自行进行抵御 台湾必须支撑的够久 让美国能够派遣足够的武力到达现场 这是美国的最新的这个泄密报告提及的 可以说呢 我觉得比较客观 相对比较客观 台湾的滞空能力 开战以后 可以说是第一时间 台湾的这个战机导弹 就会被中国完全摧毁 你可以想象过去 过去解放军的这个军事演习 精确打击 解放军导弹精确打击 目的就是摧毁台湾的军事基地 机场 重要的军事设施 也包括指挥中心 所以台湾不要幻想着你还有什么防空 你还站在沙滩上 是吧 阻挡解放军登岛 第一天精确打击 你空军就没了 这美国做的评估报告 这是美国五角大楼做的报告 而且是机密文件 那也就证实了解放军是有夺取台湾制空权的能力 那台湾现在只能依靠于美军 美军来救台湾 那么解放军军演第二天就是对台湾这些台独分子 高级军官他的活动场所住所 那进行定年打击 那就是斩首行动 那台湾的空军 制空权没了 那海军自然而然没有制空权 海军就是活靶子 陆地上的指挥系统又被解放军斩首 包括台独像什么蔡英文的赖清德这些人 你指挥中心指挥所就就被解放军完全完全摧毁 又没有指挥又没有制空又没有制海 台湾要坚持到美军来支持你 美军第一道现场的也就是一些空军战机 但解放军在台湾北部在靠近日本方向 解放军也是有拦截的 也是有航空母舰的 另外解放军可以打掉你美国日本这个方向的军事基地 你敢介入台海 你日本菲律宾的基地就遭到解放军导弹打击 你想美军怎么介入台海呢 他得先突破解放军航母的拦截 解放军战机的拦截 解放军导弹的拦截 才能进入台湾这个战区 你台湾能坚持到最后吗 台湾还幻想着 有指挥官指挥你们这些台独跟解放军作战 不可能的 指挥官那蔡英文早就伸手易处了 第二天不说了吗 第二天就就炸掉了 第三天能跑的该跑的 解放军打移动目标 这不演练过了吗 打你移动目标 就你跑的时候我就打掉你 头三天台湾方面已经没有指挥了 没有空军了 没有海军了 还等着美国来救你 最新的消息呢 美国方面呢 在西部靶场啊 美国武装部队呢 在范登堡空军基地 将在4月19日9点31分至16点37分 那备份日期呢 是4月20日 计划呢 向西部发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 啊 落点呢 是在 跨加林环郊 在太平方向 那美国方面呢 实际上是回应解放军过去进行的这个反导实验 那实际上呢 中国方面的进行了反导实验 美国方面的进行了民兵三的施射 而俄罗斯 前一段时间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亚尔斯导弹 这台湾要理解啊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有核武器国家 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不能直接开战的 直接开战是人类的毁灭 那么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吗 美国和中国开战 那么在日本 在菲律宾这些基地 你不排除被中国核打击的 那美国 日本 包括菲律宾 愿意为台湾 遭到核打击吗 所以台湾人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千万不要幻想着 像很多美国人讲的 美国支持和台湾开战 那是骗台湾人的 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政客 敢公开讲 特别是政府的 在现任职务的 没有公开讲 敢跟中国开战的 又会引发什么 引发世界性灾难的 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有核武器国家 二战以后有核武器的国家 你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 都没有发生过战争 朝鲜有了核武器以后 也没有发生过战争 就没有国家敢 跟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开战 这是个定理 定律 那你想象中国和美国 会为台湾发生核战争吗 美国是绝对不会 为了你台湾 毁灭整个美国 毁灭整个世界 你台湾 所以中国现在对台政策呢 就是拉高你台湾 美国防卫台湾的成本 那美国自己心里有个价位 有一天发现你变成我美国的负资产 那美国一定会抛弃你台湾 所以台湾人一定要理解 美国人把你早就已经看透了 你台湾这些防御能力 台湾军队 整个的一个防空防御部署 美国看得很清楚 知道你几斤几两 那么现在美国这议员 不断的访问台湾 是给台湾打气 骗一骗台湾老百姓 让你们继续站在第一线 给美国人当炮灰 你不要真的相信 说美国人真的会来救你 你台湾的防御能力 真的像那个台湾军方吹的那样 连美国对解放军 他都没有完全作战 战胜解放军能力 更别说你的台湾 所以台湾一旦台海开战 那台湾一定被中国武统 所以台湾现在想的应该是化解 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 但美国呢 美国就派议员访问台湾呢 触碰你中国底线呢 为什么呀 那不就是美国想把台海局势搞 搞得激烈 搞得让两岸发生战争 然后用战争像乌克兰一样 围堵中国吗 制裁你中国吗 这不就美国的目的 你台湾只是美国一个工具 但你现在又不能怀疑美国 这叫以美论呢 你看到没有 一环扣一环的 美国做的都是什么 从意识形态到商业利益 再到政治企图 你看美国一环扣一环 把台湾拿捏的死死 用你台湾跟大陆来交易 中国呢 中国现在就做好了武统台湾准备啊 你美国自己 你自己算一算 算算这个账 为了台湾毁掉整个世界 美国愿意吗 美国想吗 这台湾一定要清醒 我觉得台湾很多人不清醒 还在幻想着美国回来救自己 你记住台湾啊 可能美国真的会来 但来可能是在台湾岛上丢下炸弹 会毁掉你 不是来救你的 美国可能最后 那个导弹是来什么 是来无差别轰炸台湾的 那可能是事实 对吧 那真的毁掉台湾的是什么 是美国人 美国飞机可能真的会来啊 轰炸台湾 但不是来救你的 是毁掉台湾 台湾想一想 你跟着这些台独 你们追求台湾独立 最后一个事 最后获得一个什么结果 美国会为台独去死吗 中国对待台湾有很多方法 不光是武力登岛 围岛 我都不用登岛 我就围岛 我设禁飞区 你这个台湾岛交通就被全部封锁了 你对外没有交通 你这个台湾岛就是一个死岛 瓮中捉鱼 你出也出不去 进也进不来 王美华自己不讲吗 台湾的天气就够11天 自己算按星期算 几个星期 有一艘船进不来 有一艘船被解放军击沉 你台湾天然气你都没有 烧木柴啊 水电给你停了 那真成临桌水了 拉的屎都飘上来了 还什么抽水马桶 喝尿吧 台湾自己想一想 解放军用登岛吗 台湾空军也没有 海军也没有了 你这个台湾岛给你一封 我都不用上岛 我封你十天半个月 你台湾自己就闹起来了 意识就出来了 找是吧 找蔡英文 找赖清德全家 脑袋一砍 往总统府门前一挂 解放军是不是 五星红旗一挂 解放军的旗一挂 旗了 我解放军用登岛吗 我用登岛吗 台湾好好想想 我刚才讲的画面 杀台独 台湾岛内自己就杀台独了 我们要喝水啊 我们要冲马桶啊 我们要有燃气啊 还跟着台独一起上山打游击 这不幻想的吗 先杀台独 台独自己家住在什么位置 台湾人更清楚 都不用大陆人去找 不用解放军去导 台湾岛内就有起义的了 赖清德 蔡英文这些人抓起来 脑袋一砍 就台湾总统府前面一砍 起义了 还用解放军登岛吗 还用着解放军 就给你围起来就完了吗 派几个武警一上岛 一接收不就完了吗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我围你就行了 现在在台湾岛北部 画了一个禁费区 就告诉你 我有能力 你台湾 整个给你空中海上 全给你封锁了 包括你下边那些电缆 对外的互联网 我都可以给你切断 说这么多 台湾自己好好想起 你未来 你跟着这些台独分子 跟着这个台独 就变成美国的工具 你图什么呢 图台湾独立 你能独立吗 我就想问 最核心的问题 你台湾能独立吗 美国能让你独立吗 美国让你独立 现在为什么就不承认你 不让你独立呢 到时候能承认你吗 解放军打你了 美国承认你独立了 可能吗 好好长长心眼 可能吗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你当工具 毁灭你 同时消耗中国 你是炮灰 怎么可能支持你独立呢 只有赖清德 蔡英文这些人 做梦 还寻求台湾能够独立 美国支持自己独立 中国初非回到大清朝 被人肢解 支离破碎 还打内战 那中国现在是可能吗 你觉得中国可能吗 那美国都衰落成什么 连个俄罗斯都对付不了 GDP只有广东省的俄罗斯 他都对付不了 加上一起北约啊 20多国家呀 打俄罗斯打不过啊 那俄罗斯现在越打越勇 俄罗斯主力都没上啊 只用个瓦格纳呀 那你想如果正规军呢 中国军队上去呢 那跟美国跟北约呢 那种消耗呢 美国能为了台独去死 能支持你台湾独立 这不是幻觉吗 台湾能独立吗 我觉得台湾年轻人自己好好想你未来 你反中抗中最后寻求不就是台湾独立吗 那你台湾能独立吗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终极问题 你能独立吗 美国能让你独立吗 中国能让你独立吗 共产党能让你独立 为了你独立 共产党不执政了 这不是笑话吗 你可发动武统 他也绝对要 要长期在大陆执政的 怎么可能放弃台湾呢 那你赖清德 你这台独你们在干嘛呢 不行 最后台湾人 包括台独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问题 美国公开的这份五角大楼的泄密文件 说得很清楚 解放军第一时间发动武统就能夺取制空权 美国是知道的 那美国为什么不提高台湾的防空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台湾人一定要想清楚 美国自己的报告说台湾没有防空能力 而卖给台湾的武器 装备又都是二手的 旧的 那么美国真的要防御台湾吗 还是要用你台湾去消耗中国 台湾一定要想清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